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配件的一个介绍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套餐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一个7PIN的一个插座 就是7PIN的插座 然后这边有孔位 7根线 然后这一个已经是安装到我们这一个灯具上面 然后如果我们搭配我们的一个短路帽的话 灯具的话就会正常的一个亮 帮我安装一下这一个短路帽 先接通我们的一个电源 然后打开开关安装我们的一个短路帽 安装完短路帽之后 我们的一个灯具的话 有正常的一个亮 然后呢 客户的话也可以去采过我们的一个7PIN的插座 再加我们的一个7PIN的一个底座 然后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去设计自己的一个PCB板 根据自己的功能需求 去设计自己的PCB板 然后将我们的一个PCB板 安装到我们这些金属触点上面 做成像这样的一个成品 然后客户可以再选择 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一个外壳的一个颜色 将这一个底座和PCB板安装好 安装好做成成品 做成成品的话大概就是 可以这样像这种一个成品的一个智能光控 智能光控 然后我们把智能光控再把短路帽给它换掉 然后再装上我们的一个智能光控 装上我们的智能光控 然后就可以做到一个智能路灯的一个控制器的一个效果 好